作曲 刘霖 作曲 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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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群人其實是有兩件分 第一 我們是綠色圈行會 的工作人員跟知識者 那第二是我們自己也是參選人 參選議員跟理長 那我們其實 是很想就叫 就是说 活蒙楼议题 作为台北市第一起 私人骨鸡被划入都根范围的案例 我们其实觉得是有相当的指标性的 那过去三年来 其实日春是用一种 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精神 好不容易争取到 这个骨鸡可以被划出都根范围 跟在10月底的时候 现任的文化局长刘文工 终于承诺说 如果在现任的务组 没有提出具有公康精神 跟汉任圈合作的管理维护计划的前提底下 那现任的文化局会在11月底 启动强制征收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请教您 因为过去三个月来 我们在跟您的幕僚接触的时候 其实完全没有得到您在这个部分的承诺 那在前天文化局长的林选委员会的记者会上 因为有记者问到文猛楼的议题 而我们也很惊愕的 很痛心的看到总干事姚立民 竟然说没有政策 是不可逆的 那但是就是想跟科医师讲的是说 对我们而言 征收文猛楼是对的 因为文猛楼现在是沦落到被投机客买走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要求 国家应该启动征收 把这个被投机客绑架的骨机 把这个被投机客绑架的骨机 给收归功用 所以征收文猛楼其实是我们过去提出来的诉讼 那我们很想知道 何医师 因为您是目前民调最高的候选人 对而在另外两个候选人 你跟我回应的时候您怎么看 我刚才有问过李博柔 因为我本来有排这样的 因为他后来是李英元接的 那我们有答应要排入那个去勘查 后来我们自己整个那个确定案 整个政策部忙着 忙着应付那个媒体的问题 所以这个他们就没有再去 从那个市政考察计划 后来就停了政治 所以案子就被压下来了 我想是这样 作为科学家 特别是自然科学家 行又行不行就不行 通常我都要知道资料才会回答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这种不是不处理 只是说 因为你们这个是大陆 我们大陆是排12月几号 12月几号 我们后来有排到 等于后来我们确定案以后 他们整个内部已经 先应付那个 我想是这样 这个应该是要找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 内部要参考会 要实际判过 然后把相关人找来 我今天这样 作为政治人 都不是随便 人家来抗议 就签字 我们还是要搞清楚 以后再做 至于杨利明讲 那种 我想这个就是 我到底一直觉得 这个时代 这个国家先建立一种 政策一贯性 常常就是这种政策一贯性 会 会被打断 我到底就是我们 必须要处理 包括 包括 广池 包括双子宣 很多这种问题 后来我都故意说 皇军兵市长 不要再处理 其实我希望 比如说 我自己下任的时候 我们已经决定 政策都可以一路 扣下去 不管谁当市长 应该政策要凌具行 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 等一下突然问我 我也不晓得 因为我根本就 我们后来这个没有 没有排进那个 研究的那个 topic里面 所以应该是这样 剩下三天就投票 我倒觉得这样 这个如果是 我们真的有当选的话 应该会马上 马上就去 排一个 排一个 一个 一个内部的研讨 把这个排进去 然后再 如果有数据 我就可以跟你回答 我刚才没有逃避过问题 这个案子 真的没有进了 我们那个 那个内部的讨论过 我们从九月初开始 对我们自从九月初开始 连络了 为什么到了三个月 乖乖乖乖 这个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事件 他不管你知道 但是我们 在排的时候 是排到十月初 可是我们是真的很失望 因为过去这三个月来 我们 对啦 其实在联络的时候 当时 我刚才跟你讲 第一点 当时我们听到 贵总部的 对不起 我用一下这一支 好 好 第一点 其实我们当时 很失望的是说 在之前联络的时候 您的总部就表达 一 觉得 这个骨鸡呢 因为涉及私权争议 所以不便介入 那我当时还问说 欸为什么台铁机场 规模这么大 您都可以承诺权去保留了 第一点 第一点是这样 这个案子从来没有到我面前 就说明一下 因为那个是第一次我们接触的时候的理解 那我们之后也有 这个 来跟那个日传朋友 也有在总部见面 那他们提供更进一步的说明 那这部分我们内部也有在 在政策部门也有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说 我们就有关 历史文化补给保留 这部分的方向 我们会大力支持 那我们希望 假设可以是 能够救援的话 会大力协助 那你具体做吧 有其他不同的政治工具的选项 这部分我想 容我们有点保留空间 来协调 来努力 可是这就是让我们最失望的地方 过去三年来 我们已经试过各种政策工具了 然后竟然三个月来 到不了科医师面前 我们那个 因为我们后来有 有办了三场的公民咖啡馆 又有一场的那个 我也有去 老实说我很失望 那你们 因为你拍完照就走了 不是 我有提 我有提问 可是您拍完照就走了 然后本来说 过了两天记者会要回应 我完全没有看到 我是真的非常的愤怒 有进入那一步 我有讲 那怎么在里面 怎么没看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也要问 为什么您不在现场 听到我们公民 在现场有二十桌的讨论 为什么您不等到 听完我们在现场讨论之后再走 这个题目有 为什么号称公民最大 可是您在现场拍完照就走了 不是 这个题目有进那个 有 有 我第一桌做的就是文化资产桌 这个有没有 文化资产桌 这个有 有进那个徐立民医师 后来有 有 我就要问 他有没有 有没有跟他们 有没有跟他们 要review一下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公民咖啡馆 是空的 对我来讲 就是会有被 骗选票的感受 你了解吗 因为公民最大 我非常同意 所以我也是抱着 这样的期待去参与了 然后我参与了 街友议题 参与了文化资产议题 我都提了 但是您拍完照就走了 我跟你讲喔 因为那三场里面 我不是每一场都 從頭到尾 但是我跟你讲喔 但是我跟你讲喔 但是我跟你讲 后来我们也有一本输出来 我还要求 徐立民医师把病给塞了 所以我应该 如果这样 你留下 你留下 你留下一个阶段号码 叫徐立民医师去跟领队 因为是这样 其实当长官 不可能所有事情 都打不到 所以是要分成分成 我一个踢不在处理 那所有这些公民靠园馆 他们后来 有变成一本 有一个字资料給我 但是我后来 要求要叫Excel 把它列一档 所以很简单 如果你有名字 我现在就叫徐立民医师 打电话 到底里面 在那个里面 那本书他给我 可是我甚至还没有时间去看 我们当然了解 国势鲁麻 分成负责 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您经手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说 您参选 所打出来的核心价值 是什么 跟面对 那搞得文化骨鸡 本来我一定会比说 这个过去的事 更注重文化 更注重骨鸡 那这不是问题 我知道您注重骨鸡 但是这个骨鸡 在三年前 已经被投机客买下来 这个投机客 就是一个专门统治房地产的投机客 所以他拿这个骨鸡要来炒作 他没有要继续维护 那我们要问 国家愿不愿意 我想这样 什么时候会联系 现在 现在就叫许一鸣医师联系 对我们来说 您今天晚上还有证件发表会 如果选人没有等到您的表达 你不用再讲 我现在就答 其实我是不太等的 那我应该有一个绩子感觉 我们之前已经联络过政策不无数次 对 我觉得如果弄到公民咖啡馆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我们作为一份生育医师 你让客室撒个电话 好 赶索 他说我们稍微退一小步好不好 正记者 正记者再往后退一下 那个公民咖啡馆的时候 那个日日村里面有没有列入 那个项目里面 没有 他说他有去参加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很简单 那个有人来找我抗议 你直接跟他对 这是一名意思 他是公民考虑管负责 好 谢谢 那我先去找 谢谢 来来来来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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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政策都该进行到底 对的政策都该进行到底 让他抢电话 让他抢电话 喂 你还是进去 对 看完走在说我们 对 看完走在说我们 对 你这样说不到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看完走在说我们 对的政策 就是刚刚的状况就是 他对我猛龙一帖完全不了解 所以他最后才说 那可不可以就是约个时间 那他说看我有空的时间 我就说看他要怎么样 因为对我们来讲 就是做个负责任的公民 就是看市场候选人 什么时候要回应我们 对 那他最后是说 明天早上11点这个约 可不可以不公开 那我就问他说是媒体 有兴趣采访也不行吗 对 那我觉得他大概 比较希望是可以先私下谈 但是我说也不可能是我一个人谈 对一定会有关心的朋友 大家一起谈 对 有点 对我来说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是会觉得是没有 不是很有诚意的回应 对 他第一时间回应 这样是动作快也没有错 但是我是说过去联系三个月以来 显然科医师完全没有进入状况 他的幕僚恐怕也很 他的幕僚连跟我接口的李柏蓉 在刚刚会前的时候 都亲口跟我讲说 他到现在对很多细节都还不了解 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失望透顶 我要 就是很诚实的说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自己 本来要对于市长这一票怎么投我也很失望 因为就是 不是很挣扎 就我本来很 我也非常不希望联系文当选 但是我这一票到底可以投科医师吗 到目前为止我非常不想 对因为我觉得 到就是至少也要等他们 就是要有清楚的政策表态 那我觉得 其实今天晚上就还有政见发表会 明后天就是科医师随时有机会 还是可以发表 他对我们某一体的意见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感受不到 包括他身边的人 有进一步要了解状况的诚意 然后到现在还在跟我们推说细节不了解 这是什么意思